港区全国政协委员,香港潮州商会永远荣誉会长胡建江的公司大厅内,摆放着约20个纸箱,贴着白纸黑字,捐赠医疗及防卫衣2000件,受赠机构为安徽伊克大学二福院,更早前他还曾捐赠10万元人民币,胡建江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阐述他的善举,我们都是同舟之人,不能置身事外。 农历新年,胡建江正在澳大利亚陪伴当地读书的女儿,得知国内疫情陡然严峻,多间医院医疗物资极其缺乏,他说不仅是湖北省,包括安徽在内的很多其他省市也很艰难。胡建江开始联络澳大利亚华人华侨组织,与他们一起收购物资。 医疗物资等一些物资,特别是防护服,防护眼镜,这些物资上面是有一定的需要的,那我们就尽量按照需求来在环球来收购,来配合疫情的需要。 然而澳大利亚自2019年9月起历经数月山火,医疗物资也不充足,采购工作并非坦途,胡建江表示,非常时期,多个国家都开始限制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出口,运输过程中海关扣茶充满挑战,通关时间延长,口罩价格也有所升高。 坦白说,现在要把这些物资寄出,在当地国来寄出来,当地是有些挑战的,但是我们国外的侨胞也和我们一起同心同德的,把这些困难一样一样一样的来解决,出口的时间会久的,但是我们也用快递来争取每分每秒。 在胡建江及其团队努力下,第一批100件医用防护衣,此前已通过合肥市鼠山区红十字会,转交安一大二福院,而捐赠的第二批2000件医疗防护服,现已运抵香港。 胡建江表示,将来还将给需要的医疗单位提供点对点帮助。 疫情爆发以来,香港社会各界透过香港中联办和其他通道,向内地捐赠累计折合人民币超过10亿元。 一些团体和机构自发从海外采购物资,送往内地抗疫一线。 在胡建江看来,这都展现了香港同胞和祖国内地新联系的爱心和亲情。 胡建江认为,疫情发生以来,国家展现了超强的动员力和凝聚力,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动员全面部署,处置非常重要。 过程也非常公开透明,这为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,提供了坚定有力的保障。